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所有的贵宾 第一届草根创意为电影金善奖颁奖典礼 典礼开始 请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晚的典礼主持人 宋达明先生 洪百勇小姐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因为今天第一届来到这里 我们觉得你知道吗 非常荣幸可以担任主持人 既然这么有意义 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主办的单位 没错 好 为您介绍的是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 以及我们的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 还有醒悟科技大学 草根影响力中心 一直希望对台湾的整个社会 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举办了这一个 所谓第一届的金善奖 那这一届的金善奖 我们总共参战的影片 为电影总共有三百多部 我在这个地方 代表我们学校来欢迎所有 可能很多的朋友 今天是不是第一次 进到我们醒悟的校园 透过网路影响力很大 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年轻朋友在这边 每一个人的创意 都可以透过微电影就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即便说 它的成本低 时间很短 可是呢 里面的创意却是我们 这个社会里面最重要 我们整个将来文化创意产业里面发展 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早明日里安从这里开始 通过这个机会 让金善奖这边发挥草根影响力 从现在开始扎根 未来的新北影视城 就可以跟各位同学 所有今天的参与的比赛的好朋友 大家一同来努力 有我们的金钟奖电视最佳节目主持人 八哥八大哥 还有金钟奖的评审委员 何怀松何导演 以及我们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也是我们主持天后李明依小姐 本土戏剧一线小生 戏剧金童 宗一鸣 还有呢 曾荣获我们威尼斯影展短片首奖的林建平导演 电影阿爸导演 洪荣良孔导演 以及荣获我们金马奖金钟奖最佳剪辑奖的陈胜窗先生 福音剧寿难日的导演陈伯辰导演 以及荣获我们金马奖最佳摄影奖的廖本荣先生 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看见我们的创意 非常谢谢我们的评审委员们 谢谢 金钟奖典礼的价值呢 我相信是非常身具意义而且非凡的 得奖是街角的温暖 恭喜街角的温暖 纪念 想要把这笔奖金捐给让我拍摄的那个人 因为他的生活很困苦 可是他还是在不断的帮助别人 真的很好 得奖的是爱一加一等于无限 拍张照 第二一试 恭喜第二一试 先等八位 真的恭喜第二一试 恭喜姚古师弟 生命将去 得奖的是E-Memory 恭喜E-Memory 恭喜E-Memory 得到我们的温馨善型类的最佳音效奖 好 奖金 我们的作品是E-Memory 那我希望能只有这短片带给社会多一些温柔 然后换起大家对想起老人的一些关怀 一起唱 身为一道彩虹 雨过热酒盖 闪亮整片天空 好 我们得奖的作品是超人的微笑 恭喜超人的微笑带顾获奖 来 我们还有我们的奖金 也来颁发 一起来 来 大家就拿一下吧 我们是超人的微笑 然后我们觉得当超人布丁非常有能力 只要你有一颗愿意超越别人的心理 愿意帮助别人 你就是别人的超人 得奖的是 怀 吊 恭喜怀 吊 来 我们一起怀 吊 他们知道 让这个最美好的微影呢 在照片里会出现 风里的铃声 恭喜风里的铃声 风里的铃声 恭喜你得到我们的同奖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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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请罗董事长来 颁发奖座 得奖的是 少女的厌食套餐 恭喜少女的厌食套餐 再度获奖 还有七万元的奖金 来 拍张照 真的恭喜得到赢奖 金奖的得奖作品 The Paper只想告诉你 The Paper只想告诉你 尖叫声 来 我们尖叫声 我们掌声好不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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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来 尖叫声 恭喜 恭喜 要使忌和气 来 恭喜 我们请 张正伟来为我们颁奖座 是的 还有我们的奖金 十万元 十万元 大家掌声鼓励好不好 你们的掌声是他们的鼓励 来 裴档走 恭喜The Paper只想告诉你 有没有跟我蹲起来 对 还有些可以在前面蹲 来 我们一样 我们先看中间 是年轻的朋友 找好位置之后 我们先看中 我们是The Paper只想告诉你 那这部故事的话 我们是想要表达说 就是我们对于就是环保的概念 然后就是一张指它 从那个回收的世界 走到别的时间 然后就是 就是它重回回收之路的梦想 然后拿这个奖箱就很开心 就是大家就是 我们做了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先送的笔子 然后就是一个参加这个比赛 那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做出来了 就是希望说大家喜欢 也可以从中途大学收获 谢谢 谢谢 散步 就得开发 感谢观看